回顧上周 恒指全州升484點 修報20400點 國指升174點 修報6968點 上證指數升7點 修報3272點 本州美國將公布核心別市指數 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等 內地將會公布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 製造業PMI 高原區將會公布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國藥控股 1099 主營醫藥分銷 醫藥零售 醫療器械等業務 醫改政策 以及已經過去的新冠 疫情爆發對整個藥物分銷行業的經營 周轉 以及利潤率造成了重大挑戰 因為當時為了穩定疫情對經濟帶來的影響 醫療政策 引發了產品降價 導致原來利潤率已經較低的藥物分銷業務面臨打擊 醫改政策 也加速了訂單需求和終端配送服務的碎片化趨勢 因為國家提出著力提升市願級公立醫院診療能力 規範診療行為 落實分級診療制度等 對於市願級醫院的醫藥分銷服務要求提高 從而導致醫藥經銷商的經營費用增加 新冠疫情導致從醫療機構收回的應收帳款出現延期情況 雖然因為利率下行導致利息費用率下降 但應收帳款延期導致公司短期負債上升 利息支出持平以及金融和合同資產減值損失增加 抵消了嚴格控制整體運營費用的成果 展望2023年 筆者認為公司將會出現進一步復甦 隨著新冠疫情過去 醫療機構的應收帳款延期情況將會得到明顯改善 加上新冠疫情期間公司新開闢的分銷管線和藥店仍然處於投資期 疫情過後將會開始進入收成期 加上疫情影響消退 有望刺激盈利增長 長線來說 雖然醫藥分銷的利潤率相對較低 但隨著人口老齡化和醫改進一步落地 市場仍然有擴展的空間 加上國藥控股擁有龐大的醫療分銷網絡 市佔率是全國第一 長期市場將會繼續擴展 醫療器械方面 對業務的貢獻持續增加 2020年至2022年 醫療器械的收入佔比由19.3%上升至21.7% 由於分銷業務增長開始放慢 醫療器械業務將會為公司帶來新的盈利增長點 業績方面 收入連續16年錄得正增長 2022年錄得5521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增長6% 在疫情期間仍然錄得正增長 毛利方面為474億元 同比增長7.7% 毛利率維持穩定 上升14基點至8.59% 正利潤達到85億元 同比增長10% 現時公司估值為6.8倍市盈率 以往5年均值為8.5倍 以8.5倍市盈率計算 目標價為29.75港元 股價相對目標價仍然約有25%升幅 永遠 任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